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阿福现在可是亡命之徒 他今天是有备而来 我看就不要见了 让狙击手伺机击毙他 苏阿福想必有重大事情要举报啊 我还是跟他谈谈吧 再说好不好啊 实在要见的话 让我们两个局长去就行了 紫禁毕竟是女同志 自卫和防范能力都比较差 再说他也没有和歹徒周璇的这个经验呢 田书姐 我也不想让叶简上 在您赶来之前 我就在电话里跟苏阿福说了 我去跟他谈 可是他说不行啊 把话说绝了 就是要见叶子禁检察长 张简陈简这两个父他都不行 好了武军 不用说了 负都不行正得上 我这个公安局长上 将军 苏阿福要见的是我 我必须去 我看了 苏阿福可能是向你和检察院 举报什么重大事情 这只是一种可能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当你接近苏阿福的时候 还引爆炸药 和你同归于尽 是叶简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即便如此 我也得去不去那就是失职 可你毕竟是个女同志嘛 田书记啊 你现在还男同志女同志呢 我是检察长 检察长的职责要求我在这种时候站出来 哪怕是打上我的性命 田书记 这时候女同志去倒有好处 能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我觉得 只要叶简去了 那就不是防反和自卫的问题 田书记 武军他说得对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 我去了 可以跟他谈一谈 缓解一下他的紧张情绪 让他神经松弛 然后让他把车开出加油站 不好吗 你看 又是孙阿福 我来 我跟他说说 等等 等等 武成衣 你先应付一下 我是武成衣啊 叶子经为什么还没到 孙阿福 你再等一等 叶田已经上午 马上就到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看你是在拖延时间 孙阿福 我告诉你 我没有必要给你拖延时间 你想一想 半夜三更的 把人叶简从床上叫起来 人家又是女同志 哪儿这么快啊 孙阿福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等不及 我去跟你谈 好不好 武局长 你别跟我来这套 我再给你十分钟 叶子经再不到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样了 你也别指望一枪击毙我 我身上装的都是炸药 你一开枪 这个体育场合加油站 就全完蛋了 我告诉你 老子就不想活着离开这儿 孙阿福 你听清楚了 你想明白了 田书记 不能再这么拖延 那苏阿福在加油站 多待一分钟 危险就增加一分钟 我现在就去跟他谈一谈 我现在就去 我要打个电话 向唐书记汇报一下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要汇报啊 等你汇报完了 就算唐书记过来了 加油站他也爆炸了 都什么时候了 那就去吧 老五 给苏阿福打个电话 就说我这个政华委书记来了 我来和他打 不不不 苏阿福要见的是我 老五 就这样跟苏阿福说 苏阿福 苏阿福 政法委的田书记 要跟你谈一谈 我怎么和他谈什么 我只跟叶子晶谈 你给我让叶子晶一个人走过来 把手举起来 玩玩的走过来 我在这儿看着他 我告你少跟我耍什么花火 田书记 谢谢 叶姐 叶姐 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现在危险的意外 分分秒秒都可能发生 在你身后有无数个枪口 我们的祖记手 全部处在高度紧张的待命状态 无论是苏阿福的轻举妄动 还是我们祖记手的高度敏感反应 都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 如果情况不对 你必须先设法脱身 把这个拿上 防止手机没电 和我们联系不上 将军 你是不是准备给我开追悼会 叶姐 不要开这个玩笑 我这是必要的提醒 谢谢 将军长这个提醒是对的 你现在还可以考虑退出 抓捕苏阿福不是你和检察院的责任 组织上对你也没这个要求 法律和良知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 我不能放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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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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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吧 过来 各小组注意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开枪 再重复一遍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开枪 下来 上来 我可不知道他身上有炸弹 闭上你的臭嘴 比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好 注意 偷球关门 偷球球进了 我怎么能相信你身上没带武器 把尚仪拖了 拖了 你太过分了吧 拖了 苏老板 你要执意这样的话 你干脆就一枪崩了我 请你把枪放下 有话好好说吗 苏老板 你是不是想开车去兜兜风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待在这儿 武成义 下命令 苏阿福一有异动 马上击毙 你快点给武成义打电话 告诉他 我这炸药和枪可是真的 没这个必要吧 武局长如果不相信你的话 早就下令动手了 你快点给他打 好 我打 武局 苏老板情绪很好 他想带我出去转转 少废话 我说我要出去转了吗 我跟他说过了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待在这儿 我看他们谁敢对我动手 苏老板 我提醒你注意 我们必须把这辆车 开出加油站 就算武成义不开枪 你也不引爆炸药 危险也随时发生 你知道加油站是高危场所 这样频繁地用手机通话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你少废话 要真发生意外 就是命该如此 唐书记的指示很明确 绝不能让苏阿福 再制造一起513 苏老板 你深今半夜的把我叫来 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 要跟我说 是不是 我现在是赤手空拳 你用不着害怕 痛快点说吧 我不想说了 你真的什么都不想说 你还真敢来 你胆儿还真不小 我真没看错你 如果司机枪劲开车 苏阿福就会将其击毙 并引爆炸药 怎么办 我没什么敢不敢的 职责使得我必须来 我们别兜圈子了 你苏老板如果真的死了 是不是太冤了 我服你 你真行 你胆子真不小 你说你来时你就没想过点别的 我没想什么 很简单 就是希望损失少一点 苏老板 你很清楚 五一三那把大火一烧 让一百五十六人送了命 常山市不能再来一次五一三了 我真不信 你就这么公而妄思 奋不顾身 我还真不信 你看 在发动机成功发动起来的情况下 只要司机死死踩住油门 也有可能将车开到中山西路上 这样一来 炸毁的将只是这辆车 加油站和体育场应该能保住 周围建筑物 也不会遭受到太大的破坏 当然 最可行的办法 还是击毙苏阿福 不 最可行的办法 就是让苏阿福离开加油站 吴局 这里谁指挥 我现场指挥啊 你指挥 我和将局是来看热闹的吗 吴承义啊 看来我也得提醒你了 请你摆正位置 好好好 我摆正位置 我摆正位置 目前还没到这一步 还不能对苏阿福开枪 谁下令马上开枪了 对紫禁同志的安全 我逼你揪心 田书记将军武军 根据三号位置报告 坐在驾驶位上的 还是苏阿福的司机 苏阿福并没有让叶俭开枪的意思 其实都是人嘛 何况我又是个中年女人 我想的很多 不瞒你说 我这一路上向你走过来的时候 我想到了我的女儿 我亏欠她的太多了 这些年我一直忙着工作 没黑夜 没白天的 对她的关照 爱护太少了 想起送她上托儿所 我只送了她半年 都是她爸爸送的 她爸爸心比我喜 真的 后来她上小学 上中学 现在她已经初中了 我一次家长会都没去过 想想我这个做母亲的 真的没有尽到责任和义务 真不知道这是算什么 我还想起她小时候 总说妈妈抱抱 妈妈抱抱 可我就是没时间 现在想抱也抱不动了 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你也有孩子吧 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然是儿子了 我那是个女儿 叫黄晓晶 这孩子 够我烦的了 她对目前的应试教育 有明显的抵触 偏刻偏的厉害 数学常常不及格 我和她爸爸都快气死了 这账话没给她算呢 你那儿子叫什么名字 我的儿子叫苏东迪 是数学天才 苏东迪 听起来怎么 像苏东坡的弟弟 就是比这苏东坡起的 他敢叫苏东坡 我就敢让我儿子叫苏东迪 可这东迪啊 白占了这个名 这语文就是不行 有一次老师出作文题 说我的爸爸 你猜他怎么写 他说我的爸爸 是一个大秃子 一脑魂子的坏手 你说这孩子这是跟谁学的 其实写得很生动啊 你这个光头 很有特点啊 你儿子在什么学校 重点学校 你这孩子有出息 我花了六万赞助费 学校才收得他 现在的学校全是这样 我的女儿 上中学的时候差三分 也是交了赞助费 我这一年的工资奖金呢 全搭进去了 也不够 把我和他爸给气死了 他自己说得还好听呢 说是借呢 说他是支极优股票 说以后啊 给我们一个丰厚的回报 你听听 现在的孩子真没办法 不得了 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没有动静呢 不急啊 打个电话给叶子军 了解一下情况 不必了吧 没动静我看是好事 不要破坏他们谈话的气氛 一个电话会破坏什么气氛 打 伍局啊 现在情况很好 我正和苏老板聊天呢 喂 喂 是田书记吧 江正柳在吧 王上长 把电话给他 好 好 王上长 喂 正柳啊 你是怎么回事也不来个电话 王上长 我手机没有电 现在情况危急 我根本没有时间呢 我告诉你 你不要给我耍滑头 问题的严重性你不是不知道 如果叶子晶跟苏阿福 两个人能够活着从加油站出来 那就意味着很多人活不成了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看着半个 就这样 好 我看你应该给你女儿打个电话 跟她告个别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也提醒你 你也给儿子说两句 我已经不存在幻想了 我们可能在另一个世界见面 好吧 那我就给我女儿打个电话 喂 喂 子晶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我没发什么神经 我也没说梦话 对不起啊 把你吵醒了 你继续睡吧 做个好梦 你叫静静听电话好吗 这时候找小静啊 小静啊 你妈电话 小静 来了 来来来 接电话 来 来 喂 妈 您是不是在跟我说梦话呀 静静 妈妈没说梦话 妈妈是睡不着 我又想起您的头红发了 还为这事啊 嗯 深更半夜的 您这不是折磨我吗 妈 明天早上我全把她拔光 不不不不不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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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妈妈说 妈妈不想批评你 觉得你这头红发挺好看的 你是不是想学鸟的羽毛 那种颜色 特别时尚 很漂亮 妈 怎么了 您思想一下子就解放了 解放了 小静 你不管是黑发也好 红发也好 你都是妈妈的女儿 知道吗 你的 妈妈是靠不住的 你知道妈妈的执意 知道吗 妈妈是靠不住的 你要靠自己 你要懂得生活的艰难 知道吗 知道吗 一百八十八块钱是什么概念 嗯 周莉莉打一夜的工 才挣五块钱 一百八十八块钱 周莉莉得端一个月的盘子 你知道吗 不过 不过 靠靠 如果这一百八十八块钱 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 你怎么还我都不会管你 不过 靠靠 妈妈跟你说 你要懂得生活的艰辛 你要记住 你不是大款的女儿 也不是小公主 你的爸爸妈妈下过乡 插过队 是一个普通的干部 所以你不能在周莉莉面前 和你同学面前 有任何的优越感 除非有一天 你靠你自己的奋斗 获得社会 对你的承认 不过就是那样 你也不能骄傲 要知道生活的艰辛 妈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时候给我上课啊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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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有 爸爸妈妈经常这样跟你 唠唠叨叨的 你哪怕是听上一两句 哪怕是做一个参考呢 小金钢 喂 子静 子静 出什么事了 你 你现在在哪儿 国宇 你爱上了一个不回家的人 真也是人哪 没办法 我现在在面包车上 和苏老板聊天呢 谈起孩子 聊得不错 子静 要不要报警 你干吗要这么紧张啊 聊得不错 我 我告诉你了 我们还谈到了孩子 真的 国宇 你一定 要替我 带好静静 再见 静静 你妈好像出事了 叶剑 我怎么听着 你想给你女儿留遗言呢 苏阿福 你也给你的儿子留点遗言吧 如果你真准备和我一起下地狱 苏阿福 你听着 我今天赶来见你 就是做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你知道我的身份 我作为检察长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不过 我希望能死个明白 你知道 你必须告诉我 在常山市 究竟有多少贪官屋里 收受过你苏阿福的贿赂 其中 有没有城管委主任周秀丽 那片违章门面房 是怎么盖起来的 你这样 违法建筑 无诏经营 是谁给你称的样子 这里面有多少内幕 我们必须要历史负责 对法律 事实负责 对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家伙们 把罪责承担起来 是 唐书记 林市长 情况怎么样 还在对峙中 叶子经躲着 还在做工作 请郑柳同志到这儿来一下 江局长 正在现场指挥呢 现在现场不是有五局长吗 让他来 是 徐政委啊 这么大的事 向沈公安庭汇报了吗 汇报过了 张庭长正带人往常山赶 好 去吧 谢谢 承议同志 警方我都知道的 这种时候一定要稳住 稳住罪犯就是胜利 这种瓶颈不是坏事 唐书记啊 可危险性太大 我担心苏阿富狗鸡跳墙 所以要稳住他嘛 先想办法把他调出来 这一点 子京同志很清楚 好的 不觉啊 唐书记有什么指示 没什么具体指示 唐书记说 这平静是好事 我看也不是好事 快一个小时了 几次人哪 天书记 唐书记和林市长在指挥中心等我 我去汇报了 那好 去吧 你向唐书记和林市长 请示一下 是不是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再有就是抓紧时间 把体育馆内的观众全部疏散出来 是 去吧 苏老板 我听说你是一个很讲哥们意气的人 那我今天 也够意气了吧 我明知道你带着枪和炸药 可我还是半夜起来见你了 希望你也能对我讲点意气 把该说的都说出来 正发尾田书记就在那边 你是不是直接和他通通话 我凭什么告诉他 我凭什么告诉他 我不相信他 唐书记 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 消防车 救护车 马上要赶到现场 一旦爆炸就需要救助 我们一定要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郑刘同志 你不要担心 救护车 消防车都已经出动了 明白 陈运书记啊 情况相当严重 据现场汇报 苏阿福根本没有投降的迹象 常山方面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思想准备 消防车 救护车全出动了 已经通知了全市各大医院 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 根据省公安厅防暴专家预测 加油站这40吨汽油 38吨柴油一旦爆炸 杀伤力巨大 爆炸点一千米范围内 都会移为平地 还可能引发大火 郑阳同志 这还远远不够 还要往下撤 要马上撤 要把体育场内的观众 全都撤出来 赵手艺 根据现场通知汇报 球赛已经进入尾声 再有十一分钟就要结束了 不 现在还有九分钟 所以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一下 决定 还是暂时不要惊动场内的观众 因为如果那样 可能会影响不好 也许会引发新的意外 陶阳同志 财产损失一点可以弥补 财产损失一点可以弥补 但是人民生命的损失 是无法弥补的 对于那个苏阿富 要采取果断措施 赵复尼 我明白 陶阳同志 你有结果立即汇报 我现在就守在电话机旁 是 徐政委 到 通知球场 球赛结束以后 所有的观众 从西侧和南侧通道退场 一定要做好疏散工作 一定要尽量避免恐慌和紧张 是 唐书记 你从来都不看球的 你看看 这可是一场友谊比赛 有可能会加时的 这时间咱们可耗不起 唐书记 球长汇报说 比赛要加时了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车弄不好 就是十五分钟半个小时的 复尤 嘆 我们常见过 四万钟 暗里 亚 空 我 病 没 准备输散场的观众吧 找个合适的理由 是 苏老板 你连政府都不相信 让我怎么理解你 你当真是想把我骗上车 和你同归于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叫你来就是因为我相信你 那太谢谢了 苏阿傅 你再做点让我信任你的事情好不好 好吧 你让我做什么 苏老板 你现在就把车开出加油站 开到没人的地方 苏老板 你想要死 我陪你死 我服你 我让你来 我没想让你陪我死 因为我信不过公安局那帮人 包括那个叫江振留的 举报材料我写好了 就在那箱子里 你现在就可以拿走 那我拿走了 你怎么办 那我拿走了 你不用管我 我是死定 苏老板 你为什么要死呢 你给我说清楚 你走不走 我一旦后悔你可就走不了了 苏老板 你现在还不能死 因为你举报的这些材料 我们都要一一核实 许多情况我们还要向你了解 你要是死了 你举报的那些腐败分子 就用赖账 就用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罚 你应该想到 让这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 让他们把罪责承担下来 再说 这也给你提供了一个 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不是吗 还有 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你的儿子 苏老板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现在 就给武局大电话 让他们不要阻碍 我们现在就走了 开车去 看你的儿子 好不好 好吧 你打个电话试试 唐书记 不用撤人了